我们看到这两天 这个前海集会的董事长 郑文燦他被收押觐见 这个事情显然是造成政治上面 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但特别对绿营的政治的影响 会蛮大的 好了这个时候蓝营整个嗨起来了 不但这个林涛那边连连看 黄国昌那边连连看 我总统服务有涉入 行政院后二有涉入 今天来了徐晓芯 连早餐都要仿造郑文燦早餐 徐晓芯今天可以说是 花了一点点钱 取得了全国的一个版面 但是我们都可以发现到 徐晓芯这个人心中 一点善意他都没有 完全一点善意他都没有 所以今天网友直接说了 你想过傅昆奇的一个感受吗 对 傅昆奇也是更生人 那他那种早餐 今天还给傅昆奇一份 他因为准备了60份 好尴尬 他准备了60份 可是立委人没那么多 来跟各位说发生什么事 因为第一个 郑文燦他在高院持续的 提出所谓的反攻的一个情况之下 昨天根据新闻的一个报道是 他说有创政的一个嫌疑 所以昨天就已经收押了 那收押完之后 因为昨天的晚餐 有吃晚餐 那今天早上的早餐 据传因为他们每天的早餐 是一个月前就全部都订出来了 所以今天的早餐是黑馒头 加麦茶 然后另外还有一颗蛋 我们来看到 徐晓星就在今天早上准备了60份的一个黑馒头加麦茶 请大家要吃饶饭 而且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个徐晓星他就在那边啃了 他还用了气炸锅的 不知道的话把整个黑馒头给加热了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非常的特别 Sandy就找到了这个画面 傅昆琦的卖茶 傅昆琦的馒头就在旁边 他就一个人一个人发 一个人一个人发 傅昆琦不想吃 因为傅昆琦吃腻了 因为以前吃太多了 以前他在花莲吃过一段时间 傅昆琦他是真的吃腻了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 就是说第一个 政治人物声量很重要 但政治人物你一定要心中 还是要有一些善 还是要有一些要对整个人民 要有人性 而且我们讲实在话就是 其实这一组的整个立委 他们是二月上任的 然后到五月的时候 其实呢各位别忘了 那个时候的郑文燦 还是行政院的副院长 对 我们台湾人常常在说一句话 说人情老一山 你老好小看 但很多人 特别是现在的政治人物呢 我常常都一直在想 到底是这种所谓的 网路快世代还是如何 对正常来说 立法委员应该是说 我要收督整个法律的一个结构 然后我要知道如何 做哪些的法律 可以让国家的人民可以过得更好 但我们可以发现 现在我们国内很多的 这些所谓的立委 第一个华众取手 第二个很会去称 所谓的新闻的一个能量 然后这两天 那个宪法法庭 那我们看到了 真的不知道该要怎么办 各位别忘了 那一部法律据传 他就是黄国昌跟翁晓琳 两个人之间的最高机密 比较简单说 这本法律是你们两个下的 下的以后 然后后面行政机关 四个机关说 不行啊 你们写的这些东西 会妨碍到我的行政权 妨碍到我的宪法的一个结构 而且妨碍到的所谓的自由 大家出来谈 结果他们两个人说 很累呢 你要前两天 各位别忘了 那个法律是他们两个定的 可是这样子 不会很触自己眉头吗 是这么高兴 他先习惯一下 这其实不是 就是说人情跟政治 你应该要有一点点底线之外 就这个民俗观念来看 这个蛮触自己眉头的 其实现在好多人 特别是国民党的 相关的这些所谓的立委 相关的这些议员 很多人都想说是捡到枪 我现在都扑不挑 很高兴 当赖清德总统说 误网误众的时候 请各位别忘了 七月底跟八月初 一大堆的大案都要判 高宏安其实也要判 对很多的 还有严宽衡 五十秒他们都要判 现在如果真的误网误众 这个后面该要怎么走 好来谈 昨天哇啪啦啪啦啪啦的 各位都晓得现在天气异变 所以突然间下雨 就会下得非常非常大 新一区是国内的首善之区 但因为新一区 虽然是首善之区 但是也太容易淹水了 所以我们去看 比照所谓的许淑华的采泥宁 好多网友就质疑 许小新一怎么水退了才勘灾 而且他特别会摆拍 他很会去抓那种 所谓的新闻的一个角度 我们来看 7月10号的暴雨了 午后就狂炸整个台北 信义区多处就淹水成为汪洋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了 这个是在信义区的脸书 上面所拍到的 淹水淹得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来看 许淑华的FB当中 我们就可以发现 他们说 许淑华就说 昨天一小时 北市累积了62处的一个淹水 蒋万安他目前都神隐了 只会做整个发文的一个市长 而且还附上自己 欢乐跳舞的一个照片 今天早上还去基隆参加活动 就是那个减碳 去挺谢国良的 严格来说不是 他是北北基陶市市长 然后去做整个 所谓的节能减碳的 那刚好因为谢国良 现在有在所谓的竞选压力当中 所以大家其实新闻是失了焦的 他那个其实主要是 整个减碳的 然后柯文哲当年 号称花费了155亿 做了整个所谓的海绵城市 那先跟各位谈 海绵城市这个架构 主要的架构 是一个科学的一个理论 中国做很多 后面证明都没有用 中国做很多 然后后面几乎都没有用 因为不管是 过去的四川 四川河南山东 他们都有说 因为海绵城市的基底 就是把下面 做成比较蓬松 下来的时候可以快速 把水宣泄掉 但后面不是嘛 我们要感谢就是说 我们还好台北 我们有原汉子分红道 水真的下来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整个排开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柯文哲当年就说 他花了150亿 各位松山信义 很多居民啊 你自己在啊 有比较好吗 好 这个是许淑华的 我们再来看 徐晓星的 徐晓星如果各位 仔细去看这个画面当中 你就发现很多 他就特别的故意 红色的红白拖 他就穿了一双红色的拖鞋 7月12号立委的徐晓星 他说哪有啊 人家都穿这样子 就正常啦 没有啦不管如何就是 反正你就穿运动鞋 或者是穿帮水鞋 这都可以 可是呢 他就穿了一个拖鞋 他就穿了一个拖鞋 然后他就说 我去的时候 家家户户都是水啊 大家都还在整理啊 里长都可以为我作证啊 什么网友乱讲啊 跟着一起乱报 我认为这个事实会作证啊 但是各位 我们仔细如果去比照 时间去的时候 徐晓星前两天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忙 所以到底如何 谁才是真正有帮所谓选民服务的 我认为选民心中 各自会有一把尺的